新聞一開始 先來關心 今年第五的豐胎 杜蘇瑞 可能影響到臺灣 起上郊不拜託 豐胎會在東南部一臺電力 最早是拜日的晚上 會發佈海上豐胎進步 拜日的發佈流上進步 到拜三拜時是豐胎影響最明顯的時間 全臺灣的路口 還有共進方 第五號豐胎度數多 無情理臺灣差不多一千兩百公里左右 七少許三百三驢 岸上拜日開始 轉向北邊後 慢慢接近臺灣 只要無情的路線 豐胎可能在臺灣 當然平定了 未來太平洋 高壓勢力會影響豐胎的危機 路線也有變速 不過最近在拜日就會發佈海上 豐胎進步 拜日六上 豐胎進步也會發佈 在我們東南部這一帶 登陸的機率是比較大的 但是如果北偏一點的話 其實在東北部 北部 還有東部的影響也會是相當大 朱鎖梯沒有政經度 還在政經 在臺灣的時刻 可能已經發電作中度豐胎的盡量 民間起上疑惡 拜日的保 十方便 冬半部 就會因為多危分的疫情 開始有跌漸進步 拜三豐胎的環流疫情 豐胎會比較明顯 拜日豐胎通過 豐胎會最大 可能會逃逃漸進步 拜五豐胎會逃逃離開 不過國內要是有跌漸進步 去上專家提醒 這兩天要是要 未設觀察豐胎的路線 豐胎若是稍微向北邊線 對北部和東北部的衝擊就會更大 民眾要先做以後的措施 繼續 中海報道